我們標題是說當中時不再中時我們選擇拒絕 那副標題是拒絕中時運動 中時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之前在華盛頓郵報專訪報導中 所做出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屠殺報導不是真的 中國在許多地方是很民主的 以及記者雖然有批評的自由 但是下筆前必須考慮後果等言論引起爭議之後 蔡先生雖成先後指稱該篇報導內容經斷章取義片面曲解 並表示願進行討論溝通 更主動邀約包括王丹在內的陳社社員會面 然而在台灣許多關心民主人權與媒體改革的民間團體 發表公開信接受邀約後 蔡先生卻選擇违避 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認為蔡老闆先前歸咎於報導斷章取義 純屬謝責之詞 而蔡老闆亦毫無誠意 事實上中國時報自蔡先生入主後 所展現許多積極排除無力中國言論之自我審查事例 早已引起知識界的嚴重質疑 蔡先生以其在中國所取得的資本 謠生成為台灣媒體集團大亨之後 在華有所發表之為中國打壓民主 踐踏人權種種極權行進插紙抹粉的荒謬言論 更印證了我們對於中國企圖透過直接間接掌控國民體 操縱台灣公共輿論與市民認知的憂慮 針對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 當時的中國時報集成以共軍開火鎮壓 民眾死傷無數天安門死傷整齊 北京城空前動亂為標題報導 並勘載思想史大師余英時先生 槍彈只能殺人不能扼殺民主怒槽的評論 然而時至今日夾著其在中國取得資本入主 中國時報的蔡先生 竟公然做出完全背離事實的荒謬言論 蔡先生更赤裸地以編輯人事任命殺雞儆猴 踐踏新聞專業自主 干預內部新聞自由 今後我們將拒絕在忠實媒體發表文章 直到他重新拾回媒體資格的那一天 我也更關切就是媒體老闆 他對於這個新聞專業自主 跟內部新聞自由的一個影響 蔡老闆他開除 他一直在 在懲罰那個不合他言論標準的他的員工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在批判媒體或者報紙媒體 其實應該要把經營者跟這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來切割開 特別是一些比較基層的一些專業編才人員 敬業的在做事情 但是長期被這個服薪水那些人所打壓所限制 如果這些有知之士 在媒體內部繼續能夠夾縫中求生存的人 都求退而去 我們可以想見那個 那會如何的更為遺言堂 事件發生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方面感覺到 很多 新聞從業朋友 他們的無難 但是他們也很可愛 那其中有個記者找到我了以後 他跟我訪談其實講了非常的久 他的新聞 出來了以後 那天晚上十點多他打電話給我 他很可愛他跟我說 黃老師不好意思 我本來寫很多 我寫的不是那個樣子 但是上了編輯台以後 被大幅的刪感 他實在是太客氣了 因為我知道他所面臨到的困難 針對蔡明先所提出來的這樣言論 台灣的其他媒體 是不是有做適當的報導 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看到的是一個空缺 而這個空缺 它透透出來的一個警訊 就是台灣本身的民主防衛體制 可能開始在這個慢慢的瓦巴器 或許今天在媒體上面的報導上面 都把焦點鎖定在蔡明先生 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所做的那些顛倒黑白的言論 或者是說 像在報一個戲劇一樣 去看蔡明先生跟黃甘先生 兩者之間的對立 不過以邱老師他個人來講 他當初願意跟我聯名一起在蘋果 日報上面投那個評論 他看的是更大的問題 他事實上看的問題 就是剛剛郭麗欣老師 他所點出來的問題 也就是當一個企業家 透過他在中國市場 所賺取的金錢也好 所取得的資本也好 到台灣來 可以操控一個這麼大的傳媒集團 影響台灣的公共輿論 影響台灣這個市民社會公民的認知 而在影響這個社會公民認知的同時 他心裡面所想的 是他在中國市場上面 所享有的龐大利益 那這個時候 媒體在我們台灣 特別是前世這麼特殊的台灣 他所應該有的民主防衛 以及自由鞏固 這樣子的一個公器啊 的角色 他所可以發揮的功能 就慢慢的失去了 那這個才是我們今天 之所以坐在這裡 為什麼要站出來 向忠實說不 為什麼要拒絕忠實 這是最重要的理由 中港的這些知分子 或是年輕的時代 普遍的全面的對台灣的民主 抱與厚望 認為是華人社會 這麼唯一的最後一個 可以實施民主的社會時候 我們的蔡野野明集團 可以努力的把台灣香港化 這樣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高度的警覺 而且而且要 我想要全力的抵抗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繼續發生 你去鞏固他的市場 他卻 反身 來惡煞這個社會 存在的基本價值 棄手他 作為一個媒體 應有的民主防衛職 今天台灣的民主危機 是極可 而且深刻 台灣像是溫水族青蛙 台灣自己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五十年 說不定台灣十年二十年就沒有了 台灣的月經人不能每天打開報紙 看電視 然後就傻傻的 就什麼東西都吞下去 也許你吞的是塑花劑耶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其實也要有消費者的觀點 甚至這個消費者的運動要 構成一個外部的壓力 讓這個公共領域 不是被少數人壟斷 不是被刻意的一些意識形態 或是政治立場 去要求所有的這個新聞的從業人員 必須要跟著老闆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立場走 我覺得我們這是一個拒絕媒體塑化劑的 這樣的一個消費者自救運動 今天老闆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講了這樣子的話 必須要讓這個老闆知道 講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傷害是很大的 不是傷害到他自己 他傷害到他的員工 傷害到台灣社會 那他必須要付出代價 相對而言 拒血雖然是一個決心 但是也相對容易 必須要說就是如果要 如何跟像這樣子的一個 媒體托拉斯周旋 這是更困難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像忠實 以汪宗案為例子 他的不斷的這個併購 這個流線電視的這個系統商 不斷的擴大 肥大化 集團化 這個才是真正會使得台灣的言論 沒有再不會有民主 再不會有多元的 一個最危險的事情 所以後面這件事情 其實可能是更重要 這是我的一點建議 謝謝